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本週的居動學講堂 我是Jimmy 我是物理治療師師賢 在之前我們在教 居動學的過程當中 常常會有一些同學會私訊詢問我們一些問題 像上次我們教下肢整合訓練 就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我有個阿嬤 她的訓練的內容 她在做動作的時候 常常會發生一些問題 那我就請她傳一片給我看 然後給她一些建議 我發現她的情況就是 她有骨盆前傾、臀肌失憶跟腰椎代償 她有這三個問題 那當然我當下是給她一些建議 後續的阿嬤在訓練過程當中 也是慢慢有好轉 那今天就想要問一下師賢 對於這三個問題 你有沒有什麼方式或方法可以幫助她 恢復得更好或訓練得更棒 有的 今天就是想要教大家一招 改善骨盆前傾、臀肌失憶、腰椎代償的問題 真的這麼厲害 真的就是有這麼厲害 好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OK 好那我們準備一顆瑞士球 那接著呢我們要訓練Jimmy的左腳 那我們把球放在Jimmy的右腳跟牆面之間 高度大概在這個位置 如果要調整阻力的話 假設你覺得阻力太小 就請他往右邊的牆面靠近 OK 這樣阻力會太大嗎 應該還可以 還可以 如果你覺得阻力不夠就繼續往牆靠近 太大就在遠離牆面 這個時候提醒大家阻力不需要太強 因為等一下我們腳離開地面會變得很不平衡 好我們請Jimmy把右腳離開地面 那接下來訓練動作呢 就是請Jimmy做一個 左腳的硬舉的動作 寬關節腳踏的動作 好我們再回到起始姿勢 那要做多少的寬關節彎曲角度呢 看你的學生的能力而定 如果他的彎曲角度沒有辦法到很下去 就做到他能做的角度就好了 好我們請Jimmy再做一次 那過程中呢我們的寬膝懷 要盡量保持在一直線垂直線的位置 不要產生向內向外的偏斜 那回來的過程中 對於 你有骨盆前傾的人 他很容易在回來的過程中 身體維持在前傾的姿勢 這時候你要提醒他 我們要像天花板站高的感覺喔 或者是說覺得自己是延伸的感覺 那盡量不要說出 站挺站直的動作 因為這些人可能會做出 過多的腰椎的代償 OK 對 這個是我們不希望做到的動作 那麼請Jimmy再做一次 好 那Jimmy這個動作就做得非常的標準 假設你的學生 臀部沒什麼問題的話 做到五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如果他的臀部不太會發力 有些人三下五下 他可能就酸到沒有辦法繼續做下去了喔 如果這時候他身體開始產生過多的偏斜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請他暫停做這個動作了喔 休息一下再繼續做 其實動作有三個常見的錯誤 首先是我們的身體會往左邊傾斜 或者是我們的骨盆會往前或往後旋轉 第三個則是會產生身體的前傾 那做動作的過程中的 常見的兩個錯誤是 我們的髖關節腳鏈只發生在左腳 右腳沒有跟著做髖關節腳鏈 導致骨盆呈現一高一低的樣子 第二個則是我們的左腳的膝蓋會產生向內或向外的偏斜 這些動作都是需要避免的喔 假設你的學員呢 他只要單腳站的時候 無論如何身體都會往左邊傾 這時候可以請他的右手去 輕輕扶著牆 盡量讓身體保持一直線不要產生歪斜 那在這個姿勢下請他做出我們剛剛訓練的動作就可以了 我們再回來 那如果他漸漸找到感覺 手可以試著離開牆 那假設他離開牆一定會產生偏斜的話 那沒有關係 手就維持在牆上做這個訓練就可以了喔 如果說他手扶著牆仍然沒有辦法做到很好的動作 有些人臀部真的太弱了 其實只要維持在這個姿勢 做等長收縮 10秒20秒30秒 也都有很大的幫助 這是一個退階的方式 所以說這個動作其實對 一般人而言他也是蠻有幫助的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如果我是很厲害的運動員 那跟我是一般人 或者是我是 剛接觸運動員 像我剛講的像那個阿嬤的情況 那以這樣子的case來講 他們做同樣的動作 他們感覺會有什麼差異嗎 還是說對厲害的人會不會覺得這個動作太簡單 OK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我們在教動作的時候 通常會有劑量的問題 那我們常常忘記去講劑量的部分 那劑量當然是針對不同的 學員 不同的客群 你必須給予不同的劑量 對於一般沒有運動的人 或是他很明顯 臀部 方關節 骨盆 這些地方有一些排列問題的人 他的阻力不用很強 不需要給什麼重量 只要用一個瑜伽球 就有非常好的矯正效果 對於這些人來說 他們除了 啟動這些肌群之外 也有訓練的效果 那如果針對像 Jimmy剛舉例的 一定運動一段時間 那或者是 運動員的部分 他們的功能沒有太多的問題 他們做這些訓練比較像是 先去啟動這些肌群 接下來再去完成他們要做的訓練 難怪我剛在做的時候 我會覺得 其實我的動作跟控制力 好像還算不錯 但是 剛稍微撐個三四下 就覺得 臀部蠻有感覺 蠻燒的 所以大家如果之後在訓練的話 你可以 仔細去控制 你只要動作做正確 因為力矩的關係 還有穩定性的關係 你的髖關節周圍的穩定肌群 其實他參與的部分會蠻多的 所以當你在訓練的時候 你要是 姿勢作對 好像剛剛事先講的 你骨盆保持是直的 保持是水平的 然後腰是 站直的 然後盡量是用髖關節去啟動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的 核心也好 骨盆低肌也好 或者是你的 臀部 應該感受都會蠻深刻蠻明顯 對 那在這個訓練動作中 我們也有一些 想法 可以跟大家 討論 就是 我們 以往在開 居動學的時候 為了讓 大家認識 解剖 的部分 我們是分成上肢下肢 跟核心的部分 讓大家認識 這些 訓練動作 但如果你在 體式能產業 耕耘一段時間 你會發現 臀部無力 他真的 不只是 臀部無力 核心無力 他也不是 只是核心無力 基本上 這些肌肉 他們是一起 共同作用的 如果你一個 學生 臀部無力 你就 專門做 練臀部的動作 那他 核心無力 又專門做 核心訓練動作 其實他們很難整合起來 那比較好的訓練方式 是像今天這樣 再一個訓練動作 讓這些 肌肉 一起工作 將會得到更好的效果 我覺得這樣觀念很好 就是 通常你一個動作做不到 他不見得就是那邊的問題 比如說我深蹲蹲不好 那有很多人說 你是足弓塌陷 可是足弓塌陷 他可能不是因為 足弓沒有力氣 或是臀中肌 無力臀大肌 無力造成 他可能包含了你的核心 包含你的髮關節 膝關節 壞關節都有相關 相關連的問題 那像這樣子的動作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的 就他是 比較功能性的動作 那 他同時會要求到 非常多身體的 細部控制 當你這些細部控制 能夠做好 那強度慢慢往上拉 我相信這樣 他的進步會再更快 有時候 像一個動作做不出來 我蠻常遇到這樣的科武 就是 他動作做不到 其實他已經 幾周海撩撩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去修正他們的動作 其實就像 剛事先講的 我覺得讓他們做一些 比較具有功能性 或挑戰性比較大的 但是 不會用到很 很重的重量 用比較輕的重量 比較輕的強度 然後去挑戰這些東西 那像 今天事先講的這個 Sweets Ball 靠強這個動作 就蠻好的 如果說大家 以前有學過這個訓練的話 有些人他是把球 放在軀幹上 有些人放在骨盆上 那有些人是放在膝蓋上 我們自己實測過 其實最好操作的是 放在膝蓋上 原因是因為 他會同時 誘發 你兩腳的 臀肌的部分 同時 誘發兩腳的 骨盆的部分 那假設如果你 放在軀幹 或骨盆的時候 你的右腳 沒辦法去頂球 他比較 不能誘發你 右側的 肌群的部分 甚至 球頂在你的骨盆 或骨盆上 會讓你的三半身歪一邊 那另外 如果你沒有 我們所謂的 瑞士球 用彈力帶 行不行呢 其實用彈力帶 我們也親自試過 其實彈力帶的效果 仍然 跟瑜伽球 不一樣 原因是因為 你使用彈力帶的時候 你的兩腳出力的 外展出力的 力氣 是差不多的 但是使用瑜伽球 它是一種反應性的訓練 就是一個是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你只要是 用彈力帶 其實你右腳出多少力 左腳就要馬上跟他抗 所以他的反應會是 即時 然後是 兩側同時出力 但是用抗力球的時候 就像剛剛事前講 因為你用抗力球 他比較不穩定 那不會說反應這麼的即時 立即馬上回饋 而且兩隻腳的 出力方式 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蠻建議用 抗力球 去做這樣子的訓練動作 對於你的 動作控制 對你的穩定性 都會有蠻顯著的提升 如果你的客戶 肌力問題 沒有太大的話 基本上 做三下 五下 是沒有問題的 那他可能在 第三下第五下 他可能就會覺得很痠 如果這個時候 他的動作開始跑掉 不需要強迫他做到 第八下第十下 三下五下 休息一分鐘 再做一組 或兩組 這樣就夠了 那假設 如果你的客戶 他的動作只能做一下 那也沒關係 那就我們做一下就好 那假設他做一下之後 就沒有辦法再繼續維持姿勢 那我們就用降階的方式 來執行 也就是說 他一開始站著的時候 如果他感覺 感覺出力的地方是在我們的 破肌膜張肌 那沒關係 請他蹲一下 再站回到即時位置 當他的肌肉慢慢感覺到 是囤積用力的時候 就請他維持在這個姿勢 10秒 20秒 30秒都可以 使用等長收縮的方法 也對這些 記憶力比較弱的族群 非常有幫助 其實像強度這種東西 很多 客戶或學生 他們會問我 他說 到底我要多強 然後跟他講適當 他們會覺得 什麼叫適當 因為加一點鹽 要加多少鹽 才加一點 其實 像這種東西 每個人的體感 感覺不太一樣 所以身為教練也好 或是身為學員 你自己在操作的時候 你必須 很專心 很專注focus在你 動作訓練的品質上 那如果你確定你動作品質是做得好的 你可以做個三下五下 有感覺 其實這樣就OK了 那如果你真的一開始力量很不夠 你需要花多一點時間去 適應或去調整 也沒有關係 你不見得說一定要做到 八下十下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不是在練肌肥大 這是在練你的 動作控制跟穩定平衡 所以你只要能夠動作品質做得好 你有辦法控制你的身體 那就是最好的訓練 以上就是我們本集的 居動學講堂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對於 訓練上的操作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讓我們知道 如果你的學員 或者你自己 有今天講到問題 請務必要做這個動作 試看看喔 一定會對你有非常大的幫助 好 那居動學講堂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躍貝 讓我們繼續到處 踏 ہیں 好